大家好 上一刻我们已经了解了MySQLi这个扩产的安装以及基础的使用 这一刻我们一起来了解MySQLi的这个预处理以及事物处理 好下面我们开始 MySQLi的预处理是通过MySQLi它的一个STMT这个对象 这个类来实现的 它具有一些优点 跟MySQLi以及MySQLi的相比 它们俩能完成的功能我们都是可以使用这个对象 这个类来完成 第二它是效率高 它只要编译一次就可以使用多次 如果我们执行多次相同的SQL语句 只是语句中的数据不同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一条语句在服务器端准备好 然后将不同的值传给服务器 再让这个语句执行就可以了 再一个就是它的安全性比较高一点 它可以防色口注入 我们一般是使用这个问号作为张维胡 后期传的值 不会当成色口语句 也就是说我们把一条色口语句 里面 准备好之后 然后 你看啊 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idid id 防user 对吧 为了id 等于 多少 或者是说 再说大于多少 那我们只要把这条色口语句准备好 后期我们把这个实际的id参数 绑定到这个问号上面 那这个时候 这个绑定的参数 它是不会当成色口语句 所以它就有防色口注入 之所以推荐使用 因为 它使用起来安全比较高效 所以我们推荐使用mysucklei 而不 而不去使用老版本的这个mysuckle 这个mysuckle的扩展我们不使用 我们尽量 最少也要使用mysucklei 不然我们就使用pdo 对吧 那我们一起来看两个实例 好 我们看它的预处理实例 它有两个方法 首先是我们在这里 第二行我们是建立这个数据库的列阶 对吧 然后第一个方法 我们是调用这个 stmt的这个inid 方法 然后将一条准备好的色口语句 你看我们往这个shop这个表里面 查入数据 对吧 然后我们propel 处理这条语句 第二种方法 我们是不调用这个 stmt inid的方法 对吧 我们是直接就是 我里面准备 其实它这个时候 就跟insert一样 他就创建好了这个 stmt对象 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他的这个 张文福啊 虽然都是问号 但是他对的值是有区别的 他的传值 这种方法 我们看 我们看i是整形 例如像这个price跟id 这个id肯定是i对吧 而price可能是个double类型 他是小谢的d 而死菌类型的话 他是小谢的s 而小谢的b的话 就表示一个奥进制 而我们看上面这条语句 我们 我们往这里面插入了这个 插入了一些 名字跟价格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 给他拿过来 名字跟价格 然后我们绑定到 首先 name是stmt类型对吧 price 可能是个double类型 那我们把这两个去掉 我们还要把这个 闪掉 这样 他就能执行我们的这个 你设的 intoshop 这个sq去去了 这条sq去啊 就 就会往内插数据 然后我们看下面的 我们要把这个打开啊 为什么打开了 因为他那个 既然上面我 我们统一用第一种方法啊 我们把这里 这样 那我们这样对吧 为什么这里要打开呢 因为你看下面我都是 三个阐述 那三个阐述的话 多远次 这条社会去 对吧 所以我们要重新准备 这条社会去 然后就往里面 传值 你看把 121 id为121的这条数据 改掉 改成 php 入门 把120的这个 又改掉 改成 php 高级开发 然后把 119的这个 名字改成 web 项目实战 对吧 执行完毕之后 我们获取最后的id 以及最后的影响的 函数 然后把我们这个 列界关闭 其实整个 这整个就是它的一个 预处理 它的两种方法 我们已经一定要了解清楚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 调用stm in need的方法 然后就获取我们的这个stmt 对象 然后通过它来 预处理这个社会 第二种方法 直接调用mysk i这个生成的这个 列界对上 它的previle方法 这个时候 它就会返回我们的 stmt对象 对吧 最后面的这个 执行都类似 唯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 传值的这个类型 我们要匹配好 还有一些它的个数 就是这个站位服务 多运的这个类型 跟它的这个 第一个绑定参数的 这个地方 也要注意一下 好 这就是它的一个 实力 来 我们再看一个 处理有结果级的 对吧 这个我们只是处理了一个插入跟更新 那我们处理一个有结果级的 看 这个刚开始也是 生成这个 列界对象 对吧 然后 你看这里处理 它是从我们的user 这个表中 查询id name 对吧 然后 为了id 大于问号 这是一个站位服务 然后我们准备好这个 我们用第二种方法 对不对 然后准备好这个搜索语句 就处理了 然后在绑定参数的时候 传值的时候 我们是 只有一个id 写吗 它是个整形 我们用i 对吧 然后再绑定我们的这个参数 如果id name email 就绑定我们的结果级 不是参数 就跟上面的这个字 三个字段 对应上了 对吧 上面三个字段 我们这里就三个变量 然后执行 执行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取出 来 我们一起来 执行一个 我看我的 我有没有其他表 或者是数据库 可以供我使用一下 好 这是一个空表 然后我回到 假如说 我们用我们的test.me 看里面有什么 这也是个空的 那不行的话 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Y2Basic 这里面有表 对吧 我看一下这个CRPOST 有数据 对不对 那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这个数据库用Y2Basic 然后 它是从这个 id title keyword 好吧 我们三个 把收口去换一下 id title keyword 然后从我们的这个CRPOST 对吧 我们的ID是多少 23 对吧 那我们看总共有多少 总共是4条 我们看最大的这个ID是多少 最大的ID是26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讲说25吧 好吧 那我们ID title 来 我们这里 我们换个变量 因为我是个key keywords的字段的话 把用一个email这个变量就不太合适 对吧 然后我们后面再释放结果进行 释放结果 然后关闭 对吧 来我们执行一下 他说我们在第三行这里有个问题 没有这个文件或者是目录 在我第三行这里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换一下 我们把这个换一下 myseq i log host root 看起来没有问题 执行一下试试 他哈底是我这个 来 我们找一下这个 看他是为什么 debug一下 一起debug一下 不止我一个人碰到了 对吧 上面列结地是local host 就会报错 来我们改掉 执行一下 看 我们已经找出了数据了 对吧 id26 标题 keyword 我们看一下26这条数据是不是 就是这个样子 发现他是一样的 对吧 为了id26 因为他的title跟keyword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执行的时候 看到的是两个数据是一样的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预处理的这个实例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事务处理 在许多大型以及关键的应用程序中 计算机每秒都在执行大量的任务 更为尽量的不是这些任务的本身 而是我们可能要将一堆的任务结合在一起 完成一个业务需求 我们整个这个就称之为一个事务 如果能成功的执行一个任务 而在第二个或者第三个相关的任务中出现错误 那整个这个这一次的业务处理可能就失败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事务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使用事务 它就能使系统摆脱这种不一致的这个状态 就是 以前有一个例子 网上有个例子 就是说 从你的银行账户里面 转账一百块钱 给李四 那如果你的账号里面钱被扣了 但是李四的账号里面的钱没有增加 那整个这个就是失败的 那这个 那你的损失找不回来了 对吧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 从你的银行账号扣款 以及李四的银行账号 存款 这两个任务 它是组合起来是一个事务 要么两个都成功 要么 就全部失败 好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在我们的这个MySQLi这个扩展中 我们要使用的时候 我们的配合的 我们的MySQL数据库 只有InnoDB和BDB类型的数据表 才能支持事务的 其他类型是不支持的 MySQL处理事务的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我们的这个Begin Rollback Commit 这几个来配合使用 Begin就是开启一个事务 Rollback就是回滚事务 Commit就是提交事务 对吧 而另外一种方法 就直接使用Sed来改变MySQL的 这个自动提交模式 但是我们注意的就是 这个必须是 InnoDB 或者是BDB 这两个类型 它才会支持事务 用Sed的话 我们是将我们的Sed AutoCommit 它的这个设置为0 对吧 这样就禁止 自动提交 而如果设置为1的话 它就是可以自动提交来实现事务的处理 MySQLi封装了注入事务等一些高级操作 同时封装了DB的这个操作功能中的很多的可用的方法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实例 我们看这个 我们首先把这里改一下 我们改成127.0.1 那我们这里有三个售后语句 对吧 第一个是Update的一个表 这个UserAdMid这个表 它的这个积分 它要增加10 第二个 是它的一个详情表 然后第三个 再往这个详情表里面插一条数据 对吧 好 那我们连上我们的数据库之后 首先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这个AutoCommit为False 就相当于是SetCommit为0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它就开启了Sircle1 Sircle3 三个任务的一致执行 如果没有报错 我们就提交 我们提交事务 那这个时候三个都会成功 如果有报错 我们就Rowback回滚 回滚的话 三个都不会成功 这就整个下来就是一个事务 在我们的MySircleI里面 使用事务处理 是如此的简单 对吧 首先把AutoCommit设置为False 然后我们就判断 直行的Sircle1句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我们就全部提交 有错误 我们就Rowback一下 回滚一下 对吧 松起来非常方便 简单 好 这一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